今天我們上禮拜有個同學在問我說 如果他想專注在Mac和iPhone、iPad上面開發程式 他應該學什麼語言 現在iOS上面主要是用Swift 所以如果你想走這個方向的話 應該是要學Swift這個語言 不過前兩天看到一個消息 Swift今年年底還要大改版 而且不會向上相容 所以如果你要學這個的話 要注意新版的語法 今天我們開始就是把一些專案 很完整的專案介紹給大家 這是我最近也在整理的這些專案 第一個專案是Server FDB Server 為什麼叫FDB呢 就是File and Database 所以檔案和資料庫的伺服器 目前其實我資料庫用的很少 那檔案倒是用的很多 那你只要用npm install fdb server 然後寫一個這麼小的層次兩行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開始執行 然後用Node 譬如說這個叫Mate.js 就NodeMate 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試一下吧 好 好 那我們就在這裡直接試吧 好 我建立一個資料角 好 不要建立就直接 直接 NPM就好了 算了 不要用NPM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還要寫程式 我們直接用Git Chrome 好 用Git Chrome 好 這樣它會 複製下這個專案 那如果你不習慣用Git Chrome的話呢 你也可以這樣子 Download Zip 可以解壓縮 這也是一個辦法 好 那 好了之後呢 你 就可以看到有一個fdb server的資料夾出現 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就切到fdb server 這裡呢 就有fdb server這個組程式 那我們就直接Node 好 對 少做一個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沒有做NPM install 這樣子的話 相關套件沒有安裝上去 那你打NPM install 它會把相關的套件裝上去 裝完之後呢 就ok了 然後繼續 有個問題 喔 這台電腦的80好像被占走 這會有一點點 不方便 這台電腦的80paw到底是被誰占走 好 不管它 那我們只好換paw 那換paw的話呢 可能有人在這個 教室有上網路方面的課程喔 所以他就架了一個伺服器 然後 隨時開著 這就不 對我們來講就不太方便 好 來 沒關係喔 那我們就進這裡 這裡有個叫setting.json 它可以用來設定 好 我先 我先開 Vidual Studio Code 然後呢 等一下 回到剛剛那裡 把這個拉到Vidual Studio Code裡面 好 這裡我們有設定paw 我們的paw有兩個 第一個是80這個是預設的httpaw 那第二個是443 這是預設的 SSL 就是https這個paw 那這個都是預設的喔 可是現在被占走了 所以呢 我只好改paw 那就改800和4430試試看 那這個檔案呢 對於這個程式而言是機密 所以 你千萬不要把這個檔案給公開在網路上 那當然你如果自己要用的時候 然後記得 這個帳號密碼你自己要改掉 絕對不可以被人家知道 否則你就防護就完全破功 好 OK 然後呢 呃 再做一次 好這時候就OK了喔 那你可以看到它啟動啟動在8000 然後 SSL的伺服器啟動在4430 所以這時候我們連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這樣 這樣 這裡就要用8000 呃 有個問題 欸我看一下 欸我看一下 Letting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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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的man沒有傳上來 好 OK 欸 欸 那沒關係 其實這個程式呢 呃 只是做伺服器而已 那 它通常是被別人用 那我少傳了一個檔案上來 所以現在 沒有主畫面可以用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換另外一個 因為 這個只是示範 因為它當伺服器 那我們重點是 重點是我們 欸欸欸欸 這個怎麼說 來 這裡 OK 接下來的這一個 接下來的這一個 就會用到剛剛的那個FDB7 那 所以它伺服端 沒有層次了 基本上 沒什麼層次了 就 只有 呼叫 剛剛這一個 那我們再做一次 就是 一樣喔 用Git Chrome 然後呢 這時候它會 Chrome下來 整個Wikidome的專案 好 OK 那這時候它有一個 WDM.htm 這就OK 那 可是它的setting.json 我們還是得改一下 所以 這時候 還是得改一下 Wikidome裡面的setting.json 這個setting.json 是我自己設的 不是固定 不像package.json 但是固定 這個是我自己設的 那 一樣 這裡我就把它改成 8000 按 4430 OK 最多到4碼的數字喔 5碼 最多好像到5碼 但是 盡量不要用到5碼 4430 就已經很大 好 這時候啟動 在這裡 那一樣 我們就 執行Localhost 就是 進入到 Localhost 這個 這個 這個網子 怎麼今天這麼多問題 啊 啊 Gate 喔 這裡有問題耶 好 等一下我再來查這個問題 先講解一下程式吧 今天問題還真多 好 來 講解程式碼 呃 這個 程式碼呢 主要 剛剛的Server部分 他引用了很多東西喔 啊 引用了很多東西 什麼東西呢 等一下喔 剛剛是不是因為沒有NPM install 也不是 看起來不是 欸 可是又不對 我試試看 可以了 所以剛剛真的沒有NPM install 好 OK 所以是這個問題 好 來 那這樣子 啊 這個WikiDown的程式 就OK 那你可以看到 譬如說 這邊 他會帶我們到 這只是個連結而已 就是連結到我們自己的專案 那這邊呢 是 安裝的ReadMe 你可以看到 他跟這個是 一樣 跟這個是一樣 好 讀我檔案 那為什麼我會英文呢 因為 我們這個專案 跟語言無關 不是專門為中國 會中文的人設計 所以 通常會用英文 在 發布你的開源專案的時候 通常會用英文 好 那這邊 WikiDown的語法 怎麼寫 這邊都有 講解 那 這邊有中文版的 我們使用的一個語法 叫做MarkDown 那這個東西在現在寫程式的人 非常的通用 而且蠻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 在這個 8000的這一個Po 它是沒有安全性的 所以我們不能允許你去編輯它 否則的話 你的帳號密碼通通都會被人家拿走 那 如果你想要編輯它 你要怎麼辦呢 然後呢 這邊 擺用 4430 一般來講 不需要加這個Po 只是因為 我們這台現在的Po被占走 所以我們才要加Po 那這裡會有一個問題 使用這種https的Po的時候呢 它會需要加解密證書 也就是加解密的那種認證 那這認證需要一些證書 那問題是 這個證書你要跟各個認證廠商購買 你要繳費了 那如果沒有繳費會怎樣 沒有繳費就沒有人幫你認證啊 沒有人幫你認證會怎樣 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你可以自我認證 你自我認證 你自己產生自己的證書 那問題是這就沒有經過公證機構來公證 它沒有辦法確保你的證書是不是被偽造的 那所以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那這個 如果你確定沒有問題 你就進去 那其實這個畫面在哪裡會看到 如果你曾經到屬立醫院看 看著你在線上網路掛號 你就看到一樣這個畫面 他們也沒有認證 那通常會認證啦 因為這個大概花個幾百塊錢 就可以認證完畢 所以這沒有問題 那進來之後 你會看到我用這樣的編輯 因為為什麼我不認證呢 因為這個網站只有我自己在用 我會給別人看 看的人不需要認證 但是編輯的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我幹嘛要認證呢 對 但是如果你要給很多人一起來編輯 那你就應該要申請認證 否則的話 別人看到這個畫面就覺得怪怪的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隨便編 譬如說 我可以加個連結 這個是 Wikidoc的語法連結 那我說Yahoo 然後這邊呢 那這裡他說你還沒有登錄 所以你要先登錄 那這個預設的 我目前預設的帳號密碼是root123 你通常真正上線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它改掉 而且那個setting檔一定不能夠被人家看到 好這樣子就存完了 你會看到這裡有個Yahoo連結 那我們點過去 就跑到Yahoo OK 好 那 你可以架起來這一個程式試試看 待會 那為了 其實沒有關係 就讓它留著好 好 那你也可以加一些表格 譬如說 什麼樣的表格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就是一個表格 那這裡 這個又回到那個 因為我是用上一頁它會 它會 它會挑到那個完整的真正上頁 那這是個表格 它的語法長這個樣子 OK 那你會發現寫這種語法 比起寫HTML好寫多了 所以為什麼會使用markdown 是這個原因 那不過這個已經有點格式改變叫Wikidown 因為我把markdown的語法 再做一個延伸 不過表格本來就是有的 主要我們延伸的部分是 這種 有兩個中括號的這種 代表內部連結 內部連結的話 那這個本來 本來的markdown沒有這種語法 這是我們延伸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我們這邊就有講到語法的部分 他說我們的語法呢 一個無Wikidown的文件 它就是一個markdown的文件 但是有下列的語法延伸 第一個用這種當內部連結 第二個用這種當內部圖片 第三個用這種當內部圖片 第三個用這種當內部檔案 OK 那也就是說內部連結 內部圖片 內部檔案 就圖片按檔案就多一個符號 好 那另外它有使用到 markdown裡面沒有表格 所以它有使用到 showdown table extension 這一個表格延伸語法 那表格延伸語法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 showdown的table extension 這種語法 那這裡用一條兩條呢 其實是無所謂的 一條兩條就可以了 好 這個是管理語法的部分 那如果你要了解markdown 你就看一下這個語法說明就好 不會很短 但也不算很長 大概十分鐘差不多就可以看完 OK 這是markdown的語法 所以算是一個很簡單的語法 那這個語法的發明人已經死掉了 那他為什麼死掉 因為他去 哈佛大學給人家下載一大堆論文 然後而且公開在網路上 結果被告 被告了之後呢 就 美國的律師很可怕 那結果 後來他就被 威脅說要把他關一輩子 後來他有一天就自殺在家裡 這個人 叫做 阿隆斯瓦斯 他是markdown的發明人 他十三歲 就開始參與W3C這種國際組織 開始自訂像RSS這樣的標準語法 那為什麼他會去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去下載人家的論文放在網路上 因為他覺得 論文既然是世界的共同知識資產 為什麼那些廠商可以把它說起來 為什麼你有權利把論文變成你的私有財產 所以他會做這種事情 可是這個世界法律就是這樣 不管你的理想有多好 但是問題是 你這樣做就觸犯了制裁權 就觸犯了著作權法 而且美國的著作權法是非常強烈 那台灣必須跟著美國 這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是小國 那像最近呢 大陸就有點 反過來 為什麼 你如果常看最近的一些消息 你會發現 Apple居然要像 像哪一家 QQ5 我忘記是哪一家了 反正 可能是小米或之類的 反正 那 Apple居然要向他們支付專利授權金 這是為什麼呢 蘋果要向他們支付專利授權金 因為 因為在大陸的市場 法律是他們規定 所以不管你在海外有多強 你一進到那邊 他們說 你輸你就是輸 你要付售權金 你就是要付售權金 所以像最近 Nubalance 就是那個做鞋子那個 也是進去之後呢 就發現說 Nubalance 要跟他付一百 一千六百萬的侵權費 為什麼侵權呢 因為 阿陸有一家另外一家公司叫Nubalance 那 名字太像 所以侵犯人家的商標權 那 這 這 就是這樣 這種 著作權法和國際之間的那種專利法 基本上就是無形的軍火 他叫你付錢 你就得付錢 做專利的 就是靠這個活的 OK 那 不管他這個法規裡面 到底有多少問題 有多少漏洞 有多少不合理 你得要遵循他 OK 那 呃 如果 如果你違反任何專利法 諸作權法 這個 會 都會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 雖然我們現在在網路上常常會分享一堆東西 可是問題是 大部分都是違反 如果你單純只是分享那OK的 但是 你只要剪貼任何人家的內容進來 其實大部分都是違反 所以這點要請大家特別小心 那有時候我也會剪貼人家的內容 但是我 通常剪之前我會確定想一下 這個人會不會告我 那如果他是我的朋友 OK應該不會告我我轉貼他的內容是OK 那哪一天 真的 他可能會告我 我覺得 不敢轉貼這種東西 OK 那 比較通常會被告的是 有商業用途 比如說古阿末有沒有違法 早就違法了 古阿末那個 萬一 人家告他 他死不完 你知道嗎 所以 那個 千萬不要做古阿末那種事情 那個 完全是違法 所以 各位 各位不要想說 古阿末都可以做 我為什麼不能做 你去做做看 古阿末如果哪天被告了 你也會一起被告 所以 不要做那種事情 好 OK 那 這個是中文版的 這是英文版的 Motdown 剛剛為什麼講到這裡 喔 因為講到阿隆史瓦斯 阿隆史瓦斯 欸 真的 沒有人聽過阿隆史瓦斯 阿隆史瓦斯 2011年 2013年 1986到2013 OK 2011年被指控 JSTOR 下載 大量學術文章 被聯邦政府起訴逮捕 面臨百萬美元罰還案 35年 徒刑 獲得主流媒體關注 2013年1月11日早晨 在公益上吊 自殺身亡 這個阿隆史瓦斯 非常 非常有理想 非常 棒的一個年輕人 這樣子 他很早就開始參加 W3C的這種RFC、RDF、SML這些RSS的創作 然後他們去抗議禁止網路盜盤法案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他會去下載那些論文 就是這樣 那最近又有一個 最近又有一個 因為之前那個論文資料庫都被 那個吧 後來有一個 這次好像是 我忘記了 反正 美國管不到的一個國家 然後呢 他們就 很窮嘛 然後他們就 要看論文看不到 後來他們就有人 都一樣下載了一堆 然後 後來他們就 這種網站就會成立在 美國管不到的機構 那 所以 所以 那個 現在還有 還有在 還有在 公開喔 好像叫SCI Hub 之類的東西 是不是叫SCI Hub 欸 真的欸 SCI Hub 挂了嗎 這 搞不好又被禁了 還是點ORG啊 點IOR 點ORG 喔 沒有 真的還在 SCI Hub 你可以看到這個 推倒姿勢高強 嘿 雖然 講是這樣講啊 但是最好還是不要 隨便亂做比較好 那 你可以看到 OK 因為 你知道我們學校其實是有買 這種論文這樣 為什麼 因為 研究生啊 有些老師要做研究 還特別要念研究所的人 一定要知道這件事 那 那個 你知道 呃 好 大概五六年前 我還有在當圖書諮詢委員的時候 我參加他們的會議 有一次他們說 呃 那個 要 要經費來購買這個資料庫 而且是每年喔 每年喔 那 以我們學校的規模 那時候還小得多喔 那時候大概 比現在 小一半 大概只有兩千人左右 然後 那時候 光是Science Director 這一家公司 也就是說 Elserville這家公司的Science Direct 資料庫 然後 他說我們的一年授權金是多少錢呢 一百萬 全校 一年授權金一百萬 我想說喔 好貴喔 貴得要死 後來呢 最近我聽到 那 清大公開了他們 對於 論文資料庫 不只Science Direct 包含其他的 總共的一年授權金十八千萬 OK 那 連哈佛大學都在叫很貴 你知道哈佛大學非常有錢啊 他們都叫貴了 你又知道有多貴 那 這個 SCI Hub OK 然後呢 很快就遭到出版商反鋪 這很正常 問題是 又復活了 因為 他就找一個 你管不到的地方 反正我可以驕站就對了 然後 就 就去查 然後就可以找到 當然我不是教各位 怎麼樣子 非法下載 其實在這上面的下載 是非法 反正我現在也不看論文了 所以我基本上不會去用它 所以 不管 但是 這裡就是有一個議題 就是 制裁權 著作權的議題 那各位要曉得 不要去 不要去 侵犯 這種問題 那 特別是你如果把 不合法的東西公開在網路上 千萬不要這樣做 OK 這是非常危險 那 前幾天好像還有一個 特別的法律 其實我之前有教過一門課 叫開放厭師馬 以智慧才在去 現在沒有開這種課 所以 這部分講比較多 前幾天有一個 新聞 法國的新聞 在講說 講什麼勒 這樣 爸媽 常常喜歡 把小孩的照片 撥上 那個小baby 之類的 可愛之類的 撥上 然後呢 法國現在 通過一條規定說 這會侵害到 小孩本身的 的肖像權 之類的 然後 隱私權 所以 他們 法律規定了 這個小孩 成年之後 可以告爸媽 因為 你侵犯我的 隱私權 所以連這個都不行的 所以 當然這個只有法國 目前只有法國 可是 未來 未來 怎樣 我不知道 所以 其實連 連自己的照片都 不一定 有 自己家人的照片 你都不一定 能夠把它包上 好 OK 好 OK 那這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個 這些語法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邊是 table extension 就是剛剛講的 表格的部分 表格部分 中間用一槓 一槓也可以 用兩槓也可以 好 然後呢 這邊是 欸 我這邊 少掉一個圖片 還沒注意到 好 那這是 安裝的 方法 好 那 大概 給各位看了 第一個程式 是這個 那你會發現說 這種程式 其實我一邊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邊一邊在動 我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 有伺服器的網站 有伺服器的網站 我這邊一邊動的時候 那為什麼 因為那個圖片不在 所以就會有這個error 那 所以你看 這下面少了一張圖片 這圖片不在 但是其他的是正常的 那 那我再回去 有沒有 他就取這個 這一個檔案 OK 那我如果 再點這個 他就取這些檔案 那 一個網頁不一定只有一個檔案 可能會有好幾個 一個圖片就是一個檔案 一個HTML是一個檔案 一個CSS是一個檔案 一個JavaScript是一個檔案 OK 所以你裡面用到幾個JavaScript 用到幾個CSS 用到幾個HTML 就會 就會 呼叫幾次的 伺服器的請求 OK 好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 你可以試試看這一個程式 那方法 很簡單 就是 你先上這一個Wikidown的網頁 OK 然後 點進去之後呢 有Read Me 看一下Read Me 這裡有告訴你怎麼下載 然後 怎麼啟動 不過這裡好像少了一個指令就是 NPM Install 就是 進到這一個Wikidown的資料夾之後 要打NPM Install 我剛剛 我少加了這一個 好 那各位現在就試試看 那這個程式是有連結資料庫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資料庫沒有啟動的話 那沒有關係 因為它會自動把資料庫的操作全部忽略 不過 它這邊會出現一個 DB Connect Fail 的信號 告訴你說 你現在沒有連結資料庫 OK 好 那 試試看 請各位去試試看 照著這一個 裡面的指示去試試看 記得要打NPM Install之後再執行 先試試看 我不確定 一些 確定